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布尔乔亚的Custom系列 那么这支琴的型号叫JOMT 150 LEXY LEXY本身的意思是遗产遗物的意思 那么这支琴的售价大概在11万人民币左右 Zither Harp 那么首先我们讲它的筒形的这种筒形在布尔乔亚的定义里面叫做GA 它和Taylor的还有点不一样 GAC带缺角 那么这支琴特别选配了叫做宝箱体 那么虽然在它的正面看起来 它的物理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其实你在握持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适 正是因为这种宝箱体 那么首先它的面板采用的是阿里朗达克的云扇单板 背侧板采用的是Madagascar Rosewood 马达加斯加的玫瑰 琴锦它的Nake采用的是豪文桃花新木 那么它的卷弦器 这种金色的是Wavele Gold 比较昂贵的卷弦器 琴锦采用的是瑟天雅光 它的面板背侧板采用的是亮光 纸板琴马采用的是Ebony屋墓 同时上面有非常漂亮的繁华四季的镶嵌 它是由石墓 有白色的珍珠墓碑 绿色的鲍鱼墓碑等镶嵌组成 会感觉到栩栩如生 特别的闪耀 在前头布尔乔亚的logo的下面 同时有一个木质的蝴蝶 我们今天在录制的时候使用的琴弦 为012-053的灵筒琴弦 那么这种高级别的手工琴 和我们量产的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 今天我在录音的时候 还有一个特别的感受 我们知道平常我们在弹奏吉他的时候 如果你在低把位 通常这个琴只要公益标准十分的规范 通常它的言音 它的爆发力 它给你的感受都是非常美好的 那么心琴它的弱相呢 就在于 你在五弦和六弦的高把位 有几十二瓶十四瓶左右 因为你一旦按上去以后呢 你的音到琴马的有效现场就特别的短 这时候它音头就特别重 它的声音是那种 突然就没了的那种感觉 没了 而稍微好的手工琴 它能兼顾到这个地方的音频 它会呈现 那种很平稳的过渡 如果我们在高把位来进行一些风节和弦 你来听听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工琴的高端 它通常不但能够接近你常听的区域 在你使用的一些极限的把位 也能给你非常从容的言音和音色 那么它的有效弦长核心参数 大概在645毫米 它是一个长的弦长 叫long scale 上弦整和它的下弦整 都是长的骨质 上弦整的宽度大约在44.5毫米左右 整个琴的握持感是那种舒适的C型 那么它的鹰孔花环Roset 采用的是Aploni包于墓碑 四腰室 同时琴的边缘有一些墓碑 这个也是四腰室的墓碑的镶嵌 包边为奶黄色 红龟色的护板 在琴马的上方 同时也有两个精致的墓碑的镶嵌 好了 这一支漂亮的波尔乔雅的JOMT 一百五雷个C 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吧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udy Association 从通稻茫与 B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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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音乐